东京街头 男人刚喝完最后一口小酒 随即接到老婆的夺命连环扣 男人立马加快步伐 可下一秒 拳头大小的冰雹从天而降 男人躲闪不及 直接被砸晕倒地 不仅在东京 世界各地也正在经历 各式各样的袭击 最先发现异常的事 三个在南极州勘测的气象学家 原本他们正在抽取 冰星样本用于研究 突然 一条条裂缝在三人脚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迅速蔓延还不等他们死 兵架马向下陷入 生死一线间 杰克死死拉住铜室 把铜室拉上来后 他又跳到对面 抱起千辛万苦 搜集到的冰星样本 并在最后一刻成功跳了回来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三人随即意识到 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巧然而止 几天后的联合国会议上 作为最顶尖的气象学家 杰克从南极州赶回 并将勘测的结果和分析 告知了各国领导人 因为全球变暖 导致冰川异常融化 从而干扰了暖流的运动 如果不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 那么若干年后的地球 将会再次迎来冰河时期 不料 有个国家的总统确议 影响经济发展为由 否定了他的提议 然而总统话音刚落 听不下去的龙卷风 就狠狠打了他的脸 龙卷风远去后 政府意识到严重性 华盛顿气象局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被叫来的杰克拿出 从海洋监测站 得到的温度变化数据 一脸严肃地告诉众人 全球变暖的危害已经无法领补 现在能做的事 尽可能拯救更多人 虽然杰克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他还是没有意料到 末日将会来得如此之快 超级电脑的测算推移显示 6到8周后 整个北半球 将彻底迎来下一个冰河时期 杰克赶紧通知 在纽约比赛的儿子山姆回家 并警告总统必须立刻疏散人群 尽可能往南方撤离 可总统根本不听劝 这时 英国皇家空军 已经开始安排救援队 要将王室成员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带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外面的天气 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恶劣 三架直升飞机正高速冲进风暴中心 可突然尾部螺旋桨就发生故障 能够承受零下100度低温的油管 也瞬间冰冻失效 直升机快速下落坠火 飞行员想打开舱门逃生 可还没来得及钻出来 就已经冻成了冰雕 与此同时 沿海城市的天气极度恶化 连下三天的暴雨 再加上飓风引起的海啸 动物园里的狼也趁机逃走 眼看街道上的水越来越深 山姆赶紧带着劳拉 赶往高处的图书馆 这时 匿名带着孩子的妇女被困在车里 劳拉好心上去帮忙 却没有注意到远处一股巨浪 正在快速席卷而来 紧要关头 山姆把她拉进了图书馆 众人安顿下来后 山姆给远方的父亲打了电话 却被告知一个坏消息 一股更大的飓风 会在一小时内到达 将带来零下一百多度的超低温 所以现在一定不能够出门 否则会被瞬间活活冻死 图书馆外一艘游轮 被海浪冲进街道 不一会 天上静下起了雪 远处已经有人走出大楼向南方撤离 图书馆里的人们 也开始蠢蠢欲动 一名警官决定带着大家寻找出路 山姆赶紧冲上去阻止他们 如果像他父亲杰克说的那样 这些人出去后必死无疑 可惜没有人听他这个高中生的话 最终只有几个人 半信半疑地留了下来 他们收集图书馆里的食物 打开尘封已久的壁炉生火取暖 另外一边 杰克也不放心儿子 决定冒着飓风去救他 两名同事愿意跟着杰克一起去 废弃的车辆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他们只能够下车徒步前进 暴雪之中 前方的道路根本看不清 不知不觉间 三个人竟然走到了超市的房顶上 突然 脚下的钢化玻璃不堪重负 一名同事脚下踏空 连带着雪橇掉了下去 好在安全绳及时把他拉住 眼看玻璃支撑不住两个人的重量 他拿出小刀割断安全绳 看着掉下去的同事 而自己无能为力 杰克觉得万分愧疚 镜头一转 图书馆里众人靠着烧书取暖 暂时保住了性命 经历这场劫难 山姆终于鼓起勇气 向暗恋许久的劳拉表白 小情侣刚刚甜甜蜜蜜一会儿 第二天 劳拉竟然发起高烧昏迷不醒 原来当时跑向图书馆时 他在水中被划伤了腿 引发败血症 如果不能够立刻使用抗生素 生命危在旦夕 而此时 一股直径50英里的飓风 也即将抵达城市上空 女孩探进车内捡包 再一回头 整个人惊呆了 好不容易躲过这场海啸危机 可随着气温骤降 伤口发炎的劳拉 却发起了高烧 一边是危在旦夕的女友 一边是即将来临的冰雪飓风 山姆陷入了两难 但为了劳拉 山姆决心出去寻找药品 暴雪已经快要把图书馆完全盖住 他们寄希望你 能够从眼前的霍伦里 找到所需的药品和食物 幸好霍伦的医疗仓还完好无损 山姆赶紧把药品装进包里 然而就在这时 从动物园里逃跑的狼 闻着气味追进了霍伦 恶劣的天气加上男人的饥饿 彻底激活了他们消失已久的兽性 三个人被困在船舱里出不去 劳拉情况不明 山姆救人心切 只能够冒险从窗户里爬出去 引开了蹲守在门口的三匹恶狼 逃出霍伦后 他们拉着受伤的同伴往回赶 这时 外面的暴风却突然停了 飓风的中心已经抵达城市上空 极寒的空气顺着风眼冲向地面 楼顶的金属天线被瞬间冻结 大楼的玻璃自上而下硬生碎裂 冷气顺着墙壁蔓延到屋里 众人赶紧往壁炉里添柴抵御 另外一边 杰克也及时察觉到危险 跳进一间厨房 打开炉火熬过一夜 简单整修过后 两人继续前进 就在不久之后 空间站传来好消息 飓风正在消散 第二天 久违的阳光出现了 看着眼前被冻成冰雕的城市 杰克心里有些慌张 隐隐担心儿子的安危 根据定位 他们来到图书馆 大学已经把这里完全掩埋 他忐忑地走进屋里 在熟睡的人群中找到了山姆 随后 他把这里有幸存者的消息 传回指挥中心 总统立马派出运输机 大量幸存者聚集在楼顶等待救援 此时 从太空站看去 整个北半球已经完全被冰雪覆盖 影片到此结束 后天讲述了气候变暖 导致的全球性灾难 是一部在豆瓣上超过45万人评价 仍然获得8.3高分的电影 被称为灾难电影的翘楚之作 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夸张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地球环境跟人类息息相关 我们不能肆意挥霍自然资源 不计后果 否则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后天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